虽然现在的疫情是趋缓了 中秋节还是有不少民众会选择在家烤 超市业者就推出了无烟的烤肉盘 串烧等商品 预估可以带动业绩一成的成长 超商也是寄出了无烟的电烤盘 插电就可以烤动手组装 不用炭火 非常的方便 新鲜牛排油滑均匀 烤盘上间的滋滋作响 中秋节没烤肉似乎缺一味 虽然疫情趋缓 但很多人今年还是选择家里烤 在家烤肉也能非常有趣 像是旁边的无烟烤肉盘 让你在家也能安心烤肉 如果家里本来就备有烤盘了 就可以购买卡式瓦斯炉 担心油烟太大吗 不用担心旁边的移动式抽油烟机 帮你搞定 除了烤肉常见的肉排 量饭店业者也推出串烧系列 简单复烤就能食用 业者祭出中秋档期活动 预计带动整体业绩 一层成长 大家最喜欢的其实还是炭火的烤肉 但是因为在家里烤肉 用电的这个设备的烤肉器材 是非常的夯 我们去年卖的很好的 就是猪五花猪梅花 这种都没有腌制的 但是有一些人就觉得说 很麻烦还要腌制 所以我们会推荐一些像 战斧猪排或腌制的牛小排 超商业看准中秋商机 祭出无烟电烤盘 一家人在家动动手 烤肉架现身 不用炭火插上电就能烤 健康又便利 搭配顶级生鲜食材 品项更是比去年扩增三倍 包含和牛海鲜 战斧猪排 自己在家烤也能超级享受 我还没有在家跟爸妈一起烤肉过 对 觉得很兴趣 对 现在疫情应该在家烤会比较好 然后跟家人一起动手组装这样 我觉得很方便 业者预估中秋档期将带动 门市业绩两成成长 民众等不及中秋团圆 业者也摸到祸祸 准备赚一笔烤肉财 东森残新闻 中文瑞与品杰特报道 中文瑞与品杰特报道